中国媒体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 又有36人在西北部甘肃省最新发生的与天气有关的灾害中死亡 新华社报道说 另外还有23人在隆南市连续几天的暴雨后失踪 过去几天的暴雨和泥石流已经造成逾1200名甘肃人死亡 其中大多数在州取 这个城镇部分被泥石流掩埋 该镇的官员告诉法新社说 通往这个城镇的道路仍然被泥石堵塞 阻碍了救援工作 新华社报道说 当地地方当局已经下令居民从高风险地区疏散 并且预先设置了紧急避难所